王莉愛 歡迎收看 媽媽好閒 励表這場旅遊省錢數 省到你不要不要 大家想想去杜拜 假的 一萬二就可以去 對 我還曾經買過 一塊歐元的機票 怎麼可能 買過最划算的是 一萬多塊的外套 我大概三千多塊就買到 好猛喔 很多人都不知道 台灣的金融卡也非常的好用 直接刷 不用國際的轉換手續費 它還有2%的回饋 好猛喔 便宜出國 簡便宜 最強旅遊秘記大公開 今天請到七位旅遊達人 一起分享個人的旅遊省錢秘記 請準備拿好紙筆做筆記 最精采的旅遊省很大 馬上開始 我今天認識你的時候 黃醫師那時候 在找 對 然後就出去玩 而且你是好找以前 半年前就開始找了對不對 對 因為大家都跟我說 你太晚的時候就來 而且我去的時候就是忘記 因為夏天嘛 因為為了小朋友 對 不過真的我們省 不只是省機票 還要省住宿 然後還要後面很多購物 什麼都有一些學校 所以你有賺到多少錢 我嗎 不要問我 我不是一個省錢達人 好答案 我結婚前 我結婚前是 我跟我老婆第一次出國玩 然後我還是停留在學生的思維 然後我就上網訂了那個 你知道 Youth hustle 就是那種青年零歲 有沒有 我就停留在那個年代 對啊 我老婆 我是老婆的 好爛 你是老婆的 好爛 對 對 你不是好看嗎 你不是好看嗎 我還沒有娶她 後來要想叫 我就不容易 是真愛 所以那一次旅遊玩之後 他就很委婉跟我說 以後我們可以不要玩那麼 就不要住那麼不好嗎 我就說哎呀 對我們長大了 我已經不是小孩了 對 然後後來就比較 對 你喜歡想說 想念一次以後才長大嗎 對啊 想說想念醫生啊 然後當個醫生娘 應該會可以住五星級飯店 然後自助理 最好 對 然後跟別人一起去 對啊 所以今天就是要告訴大家 代表最強省很大 旅遊魅技大公卡 哇 哇 到底要怎麼省呢 請王醫師來告訴大家 我們一開始先來聊的就是 出發就給你機票飯店怎麼省 這個可以省很多 比價網站真無敵 我的手機裡面有一個那個 就是APP是全部擠滿了那個 各家航空公司還有各家的 飯店的比價網 然後因為像這個時候 他們常常都會跳很多的那個 那個折扣出來 然後他會先提前告訴你說 什麼時候就是我們有什麼樣的 折扣會比較便宜 甚至你在官網的APP上面 他也會提供一些特價 可是這些東西應該大家要知道 然後我還有一個更厲害的 他是一個聯航的比價網 哇 聯航 對他叫J-Bone 這是聯航 聯航 那其實 他其實不只有聯航 就是他有各家 大家想到聯航可能就會想說 經典可能去日本 去韓國這樣子 但是這個APP是連美國、歐美、澳洲都可以幫你比價 然後像上次我覺得我訂到最便宜的就是 我有一次暑假的時候要去西雅圖 然後一般那個時候的機票大概到四萬多 四萬多 那我因為在這邊就是補價 然後就是 訂了 價錢 這個價錢大概才不到三萬塊台幣 兩萬多 超多 對不對 超超多的 而且是暑假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邦泰的 也是台灣的 嗯 比價網紅 我覺得也很好 然後呢 他就是會幫你比如說 這個你比如說你現在是台北要飛大班好了 然後他就幫你找最便宜的 然後那種便宜 真的好便宜好便宜 但是那個轉機時間可能要轉兩次 哦 對 就你才有時間換進去 對 這就可以用大班了兩天後了 對 對 真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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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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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便宜 真的 沒有 沒有真的 很多人為了便宜都忘記看那個時間期 對 要看 對 然後就真的發 發現那個花超多時間 天啊 中間還有負責划船的行程 沒有 沒有 但是我還要鼓掌一個就是 因為我覺得這個時候你要認識一些旅行社配合 或者是有一些郵輪的朋友 嗯 不是他有郵輪 他可能有認識那個郵輪 因為我前陣子才聽說 他比如說那個郵輪 比如說快要賣到 他要出航的時間 還剩可能50個位置 對 哦 直接一折 對就是 對 哇 就是他很賣的 原本就是那間口罩 要三萬好了 三千 然後因為就 明天後天就要出航 對 他不罵名他也是 對 張號變三千 對 我覺得郵輪這個大家可以開始 因為這個是現在新的資訊 我近期也則之覺得太驚奇了 然後那時候 我那樣比價網站也買到很便宜的機票 怎麼這麼可憐 怎麼這麼可憐 而且呢 其實大家會覺得說 我現在這樣講好像沒什麼說服力 你現在就打開網站 因為呢 我幫大家做功課 我滑滑滑 因為我太愛滑了 我滑到喔 大家想不想去杜拜 想 想去 想去那個最高的塔 想 想 跟你講 一萬二就可以去 對 一萬二耶 沒錯 明天 那應該是 所以我剛剛講到三個 第一個是挑好的比較網 第二個是 這個旅行社的朋友 沒錯 的LINE群組 第三個呢 就是 這個在當地去買其他的機票 這會不會出現什麼問題 剛剛講的這些東西呢 都是對 沒有叫錯的 但是重點是 個人的使用的習慣如何 像一開始這個艾瑞醫師在講的 對不對 除非是你是一個 你很喜歡 花時間在網路上面的 你會發現說 但是你會發現 你會精神會非常緊張 你隨時都處在一個說 這個到底是多少價錢 你心裡想說 明天會不會再便宜一點 明天發現說 怎麼又貴的時候 你就很難過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票物它其實是很複雜的一件事 他們有時候是浮動子的 所以很有可能 你今天你上了飛機很開心 隔壁的一聊起來才發現說 他比你買還便宜五千塊 但是他是跟誰買的呢 他跟小優的朋友 旅行社買的 有可能 因為我自己也是 永遠有一個旅行社的好朋友 好朋友 而且旅行社呢 像我們真的有個群組 只是不公開的社團 看一下 他們就會有所有的這些 所謂的我們旅遊同業的朋友們 他就會講說 我們去哪一個行程 少了三個人 少了兩個人 可不可以 因為如果少了這些 他就出不了團 所以他需要 需要的時候 這時候旅行社就會說 小優上次好像有聊過 趕快打電話給他 小優要不要去 加二 對 現在加二 只要多少錢而已 不要告訴別人 只給你喔 所以一定要懂得 要有這個好朋友在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知道所謂的LCC 就是剛剛說的廉價航空 在國外來講呢 特別是歐洲國家 他們就是像巴士一樣搭 它是單程 一張一張一張這樣 很多時候 我還曾經買過 快歐元的機票 怎麼可能 你去哪裡 你去哪裡 哪裡 在歐洲 滑翔機嗎 滑翔機嗎 沒有以前的 不是 因為他是這樣 他有的時候就是說 他的位置不夠 就是不夠 他還是要飛出去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說 這樣子好了 像我們不是有常常會 要參加一些 航空公司的會員卡 對 會員卡上面 他都會有你的知道 他知道你是我們的 好客人的時候 他就會說 那這樣子 我們這次有這個 一塊錢 他希望的是什麼 掉你的胃口 下一次你就會覺得說 我都要做這一家 因為我很有可能碰到 回到底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 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一定要錯開一個時間點 才是最大的問題 但是不要忘了 台灣的旺季 跟國外的旺季 是不一樣 所以你要去的那一個地方 你一定要兩個點 都把它看出來 你才可以節省你的時間 有幾個月份是比較通責 就是大家都會知道說 那幾個月份 老實說你的價位 就不會變化太多 例如說 四月份跟五月份 這兩個月份 不管是台灣 亞洲或是歐洲 或是美洲 這幾個國家 因為歐美國家 只要過了Easter 就是三月以後的價錢 他就往下降 然後往下降了以後 到了六月中的時候 機票就往上漲 因為呢 七月八月很多都是暑假大忘記 對 台灣也忘記 外國也忘記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千萬不要去 那再來呢就是到九月 開學了 很多東西要往 就要往上 往下一點點了 往下一點點了 可是千萬不要忘記了 十月份 那現在呢 我們也比較推薦 因為十月份以前還OK 現在十月份是 某個強國非常喜歡出國的地方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到說 全世界都是他們 但是這種字之後呢 它的價格就會往上跑了 因為這些都是不動字的嘛 所以這時候呢 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中旬的時候 它是另外一波的 所謂的一個空檔期間 因為這個空檔期間就是 在外國來講的話 他們就迎接著Christmas 也就是十二月份 然後呢 他們出去玩 很有趣喔 他十二月份 他不見得在自己的國家玩 所以他要到哪裡呢 他要到我們亞洲國家來玩 所以這時候你要挑 例如說 外國人很愛去的那個國家的話 很抱歉 他的價錢也不會便宜 對啊 所以還是有幾個 就是你稍微注意 但是沒有錯的話就是 四月五月跟九月跟十一月 這是通常我們機票上面來講的話 它是比較不會有 那麼大的一個差異性 但我覺得機票真的早點買 真的比較好 因為之前我們暑假的時候 我們有一次去韓國 然後我們一家四口我們就先訂了 然後訂了之後不到一個禮拜 我女兒她同學就說想要跟我們一起去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多帶一個小孩也沒差 我就幫她訂機票 你知道我們當初買的機票 大概八千塊左右而已喔 輸價喔 很便宜 去韓國 韓國很便宜八千多塊 然後 她一個禮拜後跟我們說要去 八千多塊的機票沒有了 只剩下一萬三起跳的機票 哇 最可怕 對 很可怕 所以我覺得機票要早點訂比較好 那個禮拜 金正恩正在試射飛彈 誰可怕 好來看下一個 看下一個 我們這個出發又便宜 除了機票之外還有哪個 訂飯店 訂飯店要買 真的 真的 對 你不睡得好 好重要喔 真的很重要 你是在嘲笑我 訂青年禮送禮 真的 你回去有沒有進到進去啊 我們 冷氣幫你放好 床部幫你鋪好 還有自己的私人預告 不用走到外面跟大家一起去 這還有多重要 我試玩得去 我試玩得去 對啊 我說我半夜上廁所 還要去外面上 那時候年輕人們 南灣女愛又要出去洗澡 你有沒有住我隔壁房是不是 了解喔 這個呢真的是 時空背景的不一樣 那個時候是這樣 但是你知道現在 現在的日本跟泰國 最流行的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 不是膠囊 是所謂的 就是青年之家 但是他們走的是有 設計感的青年之家 也就是說它有分等級 一個是單人套房 兩個人一間 四個人一間 八個人一間 而且裡面完全非常有設計感 像金平旅店一樣 但是它的價格 就跟以前的一樣 一張床賣五百塊 一間房間一千塊 這只有這樣 還是有 你剛剛說的 任何的優惠它都有 甚至現在日本東京 最流行的是什麼 它強調的是 它是什麼 像是圖書館一樣 你進去喜歡看書的人 到處擺滿的都是書 真的 你好像睡在書商世界裡 哇塞 它的價錢是什麼 青年之家的價錢 哇塞 那到處都是炸雞 然後睡在炸雞的房間 有啊 小兔吧 你跟喜歡的不一樣有沒有 唱歌就睡在都是錢裡的 哇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所以住宿大家有沒有什麼 自己堅持 或是遇到比較有趣的事情 有啊 我覺得我那個比青年旅社還慘 就是我有一次 跟好姐妹兩個人京都之旅 我們就會想說 要把機票跟住宿的錢省下來 全部拿去寫拼嘛 所以就訂聯航 還有上那個 很有名的那個Airbnb 一次民宿 很便宜喔 一個晚上兩千塊台幣不到 在日本台幣 真的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兩千塊不到 然後這樣五天四月下來 一個人平均 雞加九不到一萬五 雞加九到一萬五 一月去賞風 賞風的時間其實是很貴的 對 那時候算是真的很便宜 那飯店呢 原本它是寫說距離車站 步行大概五到十分鐘 所以我們就拖了大行李箱 走了快二十分鐘才到 然後一進去呢 門一打開 本來說以為大概有八坪 一打開 五坪 五坪 五坪裡面太多坪了 怎麼睡啊 不是很帥 太小了 兩個人 兩個人 而且還塞了兩張很像行軍床的 三人 對不起 這是你們的床 這是我們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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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拉開睡 真的嗎 我們要拉開睡 我們要拉開睡 這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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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比學生還慘了 然後而且它裡面 除了塞兩張床 然後一個沙發跟一個桌子 對 預安還可以有浴室 四坪耶 還有浴室好強勇 可以浴室 還是我人生 可以長大的地方 她看還去不去 小文 天堂在這裡 那個浴室就跟寶寶澡 差不多大 而且一張旁邊 立刻就水龍頭 對 沒錯 他們的臉盆頭跟洗手台 是共用的 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覺得飯店 我們一家四口 其實去日本或者是那種 除非東南亞 不然四個人的房間非常少 尤其是日本 因為我們每次去日本 它的那個床都是 日本的雙人床都有夠小 很小 明明的 很像我們家大的單人床的感覺 對 然後如果我們真的要訂到四張單人床的話 我們至少一個晚上都要一萬五七條 後來我就想說 那我這一次我就在Airbnb找找看好了 可是很多人會像倩倩說她找到地雷 除了看照片以外 然後我還會看下面的評價 對 評價很重要 因為有的評價可能只有三五個 但是我找到的那個是 有上千個評價 對 然後幾乎都是好評 而且你一定要有耐心的點進去看 因為有的不好的他都會說在上面 對 後來我就找到一家 因為我這次去大阪 我找到一家房間非常漂亮 然後我其實有一點擔心 我就跟我老公說我只能訂訂看喔 我們一開門進去 我老公跟兩個小孩都尖叫 他說 怎麼大 怎麼大 真的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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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就是這麼一家人啊 對 太誇張了 我跟妳講 她的意思 女房間就這麼大吧 而且她的意思還不是只有這面 還有另外一面喔 另外一面 太誇張了 好厲害 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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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她剛剛在鏡子前 這樣子是你兒子 妳知道多少錢嗎 妳知道多少錢嗎 妳知道多少錢 妳知道多少錢 給妳們拍 一個晚上 沒錯 一個晚上 妳好聰明 就五千塊 五千塊 三十坪耶 對 而且就在地鐵旁邊 五千塊 還在地鐵的六個晚上 三萬塊 好帥喔 好帥喔 所以妳看 為什麼像雅蘭啊 千千會有這種 很多不同的經驗 有些是大驚喜 然後 有些卻是一個大陷阱 我們要怎麼樣去 那個躲避叫這樣的一個 這個不好的結果 第一個就是 剛剛有特別強調一件事 叫做 照片 其實就是照片 這件事情 對 因為 對 自拍 可能都差不多 對 你要怪人家飯店的感覺 我覺得妳講得非常好 對不對 現在的這種照相的方式 太多了 而且呢 它為了要讓妳 就是覺得說 它的這個空間很大 妳不要忘了任何東西 這個醫師最清楚 有距離感 對 眼睛看到跟實際碰到 是有一段的距離感 以後呢 妳要看照片之前 第一件事情 特別是 我會建議就是說 有時候做點功課 妳在那個 比較網上面看到的時候 再去看 因為現在Google一打 很多人就會寫 她去住的那些 妳就看到 同一家飯店 有一個人 她也在這邊 例如說好 這個我們的欣欣姐 她也去住 她住以後對不對 她就會PO她 就像妳剛剛一樣 妳有妳小朋友的照片 在那邊 有人在那邊的照片 那這個距離 一比較 妳就知道說 她不會變 對 但是如果是官方的話 很抱歉 還有一件事 現在前一陣子 不是很流行叫做 葉佩文 找專門的人來寫 他們也會用各式各樣 她就要把它變成很漂亮 很美化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通常會告訴她說 照片最好是 看正常照片 對 不要彎曲 不要太過漂亮 再來 要有人在裡面 對 這樣才是 第二個呢就是 特殊的要求不符 那這一點呢 很多人不知道 像我自己就常碰到這個問題 特別是日本 因為我過敏 所以我每次在訂房網的時候 特別去看說 一定要有 非吸煙房 但是呢 你知道 在日本 還有在歐洲 很多國家很抱歉 對於他們來講 它整棟建築都是吸煙的 他們沒有叫做 非吸煙房這件事情 可是我是在國際訂房網 它是標準格式 也就是標準格式 下面本來就有 所以我以為它有 我就訂了以後 結果我去到現場 現場告訴我說 很抱歉我們沒有 我們所有的房間都是吸煙的 那我就想說 肚子已經到了 那怎麼辦 這時候呢就態度好一點 就裝可憐 怎麼辦 那這時候我這種情形 他就 我跟你講這招絕對要學會 這時候不要太強勢 一定要裝可憐 就是說 那我萬一過敏 狀況指揮有沒有別的辦法 對 他就說那這樣子好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三個小時後你再回來 我幫你放兩台的空氣清淨機去 去讓它去味道少一點 還有呢他看了一下 他說我住三個晚上 他說那這樣子 那也算是我們的舒適 我們下次會了解 我們會去跟他們講 那我最後一個晚上我送你 所以說這個時候有時候 就是看你的態度的問題 還有當時的他的做的 但是我講的也是一件事情 就是說它是什麼 它是日本的一個個案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的狀況都是這樣 所以你去看的時候 千萬要記得 我都會有另外一個習慣 萬一這個是不同的 像國際性的飯店 他也會到這個店房網去看 我就會到國際性的飯店 自己的官網上面去看 有沒有這些選項 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再來一個就是被刻意的下 我在歐洲的時候 我們最常碰到什麼 你看到這張照片 不錯我剛剛講的 有人漂亮什麼都OK 對不對 結果我們一去突然間發現到 大廳怎麼都是行李在那邊 他就用一招 他說不好意思 因為那個訂房的系統出了問題 所以說你看到沒 大家來的 我們的房間已經超賣 沒有 沒有房間賣 然後我就說那怎麼辦 他說沒有關係 我們有合作的幾家旁邊的民宿 我幫你放到那邊去 你要不要 那我就說 我不要我就沒地方住了 你在威尼斯 你在義大利這種地方 那你怎麼辦 行李都拉到那邊去 好吧 就去跟他講說 好那我們去做 結果你知道我一去到那邊 整個人傻眼 因為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明明是兩張床比較豪華的 它變成三張單人床 也就是跟優哈斯科一模一樣的狀況 結果我看到說我那時候還很生氣 還拍了一張很不舒服的照片 站在門口去 就這樣 後來我上網去查查發現說 歐洲有很多是這樣 特別出身在Airbnb的狀況下 就會有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東西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一點就是說 收費的一個項目 大家都是有家庭的人 所以很多時候 你帶小朋友出去 突然間你要泡奶 你要做些什麼 你要買些什麼東西 對 要熱水 很多人說那很簡單 你跟Room Service講一聲 有一些飯店是可以啊 你要是不是一個毛巾 再加十塊美金 一個東西再加多少錢 你就額外一直加 一直加 一直加 所以這個東西 你也要看清楚一點 所以我常會推薦就是說 每個人就年輕朋友 年輕朋友的喜好 但是對面都是媽媽們的 都有家庭的話 我非常推薦 就是有機會去租一個叫做 Service Apartment 也就是說它像是酒店式管理 有點像雅蘭剛剛講說 它是一個裡面是有廚房的 萬一你家裡面小朋友要吃什麼 還有你真的要省錢 日本最棒的是什麼 超級市場 五點 哇 那個大打折的飯價 對不對 你的和牛買回去 原來你賢惠點 明哥我煎給你吃 我們去沖繩就是這樣 對 那時候你就會更划算一些 這個學問很大 真的耶 發洩不容易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三個 到了當地 除了飯店之外 也要省什麼呢 吃喝購物 吃喝購物票券使用郵寄錢 這只Coupon的意思對不對 對啊 交通券也是啊 交通券 像我如果自由行之前呢 我都會就是下載當地的Coupon 餐廳的Coupon 那像比如說一東京來講的話 它的Coupon 你如果說結帳去餐廳 吃完飯結帳的時候 你出事那個Coupon 它都會給你打九折 或者是九五折的優惠 對 或者是送你一杯 就是沒有酒精性的飲料 然後像交通方面我會建議 就是一定要買當地的悠遊卡 吃刮卡 對 就是以東京跟倫敦的例子來講好了 像東京的話是Coupon 就是像我們台北的悠遊卡這樣子 對 它就是可以搭電車搭地鐵 然後公車也可以 便利商店也可以 然後連自動販賣機 他們都是直接這樣 A B 一下就可以買 喔 好方便喔 自動販賣機都可以 對對對 然後倫敦這個Oyster card呢 牡力卡呢 它就是因為像倫敦的地鐵 它有分一到六區 那它有一個就是叫Capping Price 就是封頂的價格 那這個價格就是說 你一天之內都要多少燙 它都是收一樣的錢 對 就等於說你多搭就是賺到的意思 對 它都是說4.3英法 對 確實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它是很方便 可是不要忘了 它就是我們的悠遊卡 它是儲值的 所以它是 就是單燙 單燙再算 對 那日本呢 像很多人喜歡去 如果喜歡去關西的話 去大阪的話 對 我會推薦你買這一張 叫做關西周遊卡 周遊卡 周遊卡的地方 它好用的地方在哪裡 第一個 有沒有 1 2 3 4 5 5個城市 對 你附近京都啦 神戶啦 或者是你要去那個奈良 它都可以去 然後我的做法就會變成說 我呢就住在大阪 我不要跑來跑去喔 因為拉行李 搬行李很麻煩 對 我就幹嘛 因為從這邊大阪到京都 只要半小時 我就買這張卡 對 但是這張卡的好處 跟別的卡不一樣 因為它有兩天券跟三天券 而且有外國人優惠 外國人買還比較便宜一些 對 日本有很多東西 是外國人才能夠優惠的 再來呢 它是一天一天算 也就是說 我如果第一天 我發現說我第一天才去到那邊 那我去到那邊 就附近走一走就好 所以我要買單程的票就好 我這張卡我就第二天來用 第二天我只要超過三趟以上 我就划算 對不對 所以我第二趟我就用 可是第三趟 我很有可能去購物啊 去幹嘛 我就大半天就沒有再用 所以第三天我不要用 第四天再來用 它還是可以用 它是一日一日在算 而且是 剛剛說過的它是無限次使用 而且 地鐵私鐵再加上巴士 通通都可以使用 好棒啊 歐洲呢還有一個 很多的這個火車票件 叫Swiss Pass 它好處在哪邊 你只要買了Swiss Pass以後呢 你在瑞士在旅遊的時候 搭火車當然是不用錢 公車不用錢 可是它有 50多家的很多的 博物館紀念館 門票通通免費 還有有的是折扣 對 所以你知道 國外這些東西是很貴的 對 像美國的話 它就有叫做City Pass 它就會在什麼 像紐約啊 舊金山啊 洛杉磯這種大著城市 它也是一樣 它就會 專門跟當地的這個 所謂的交通工具合作以外 跟剛剛說的 各式各樣的博物館 還有折扣 這個折扣 就跟剛剛克萊講的 就是說你有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Coupon 它是包含在一起的 對 所以每個地區每個國家 都有它特殊的票券 你要懂得去看 像大家不都很愛去手耳嗎 然後因為我之前去批貨的關係 我都會印那個 機場巴士的Coupon 雖然你覺得 一千塊韓幣沒什麼 但有一次我記得 我們那次是六七個朋友去 我每個都幫他們印 然後我就是一趟就省了 就是六七千 那來回就是一萬多韓幣 也是剩了三四百塊 我覺得這是你平常 就可以印的東西 反正你都一定要做那個東西 對啊 我幫大家印 然後大家都覺得我是天使 重點是後面這一次 剛剛你們兩個叫做天使 那時候去東京啊 第一天我們就會做 馬上做JR到上野去 那邊早上有一個早市 對 然後它的葡萄 你知道多誇張 在台灣這樣子 一大把喔 就是這樣一條的 大概八百塊台幣 黑色的五指葡萄 這麼大顆喔 對 這麼大顆 這麼大顆 這真的超大顆 沒有的 真的比番茄還要大顆 非常大顆 然後在那邊 我買這樣子一箱 大概台幣八百塊了 哇 有沒有吧 很便宜 很便宜的誇張 所以我老公吃到牙齒痠 為什麼我們吃太多牙齒痠 吃到牙齒痠 牙齒痠 台灣就是那些葡萄心會痠 大概就是牙齒痠 對 很早很早 真的 很划算 我就是把譬如說我們去五天 把五天的量全部埋起 對 然後慢慢吃這樣子 好棒 去一定要吃到飽的啊 可以吃 然後水蜜桃也是 對啊 水蜜桃也是 水蜜桃在台灣的地址一百多萬 在那邊三十 是不是要把它吃到飽 會很少 那些也是 對 對 沒錯 但我覺得在出國的時候我們要吃得很省啊 但是也不能讓人家覺得我們很省 對不對 我們要感覺我們還是很優雅 貴貴貴 所以呢我就有一個 高貴不貴的招數要教大家 什麼 出去吃東西可以很省的 但是看起來又很優雅 那就是 野餐 哇 野餐 野餐 是不是很快 因為你知道嗎 像是在美國就有很多那種熱狗飽的餐車有沒有 對 然後像在歐洲很多地方都有賣那種三明治 我跟你講都很好吃 在日本就有很多那種預便當啊 飯糰啊 然後我跟你說 尤其像在國外 他們就有很多那種很漂亮的公園 對 就這樣帶個野餐店有沒有 然後坐在那邊 然後你就買那種飯糰什麼都很便宜啊 你就坐在那邊野餐 像我那時候在日本念書的時候 我們就常常去野餐 然後呢 我們就美其名為就是體驗 就是當地人的生活 但實際上就是要省錢嘛 然後你看 對啊 就可以在那個 紅葉底下 你就鋪個野餐店 然後吃個飯糰 日本人又便宜 日本人很喜歡 包括櫻花季來的時候 所有人都來 櫻花季的時候 然後楓葉的時候 然後還有像銀杏的時候 就像整片的那個肉 不會不會 真的不會 很漂亮 就是一片就是你當黃澄澄的一片 然後你就坐在那邊 然後野餐又便宜 然後又優雅 這個我可以補充一個就是說 因為交通的問題 其實家庭女友 親子女友 最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常會建議大家就是說 你知道小朋友呢 其實他不方便去 搭很長的一個路程 對 而且呢 那個人都會怕 像東京啊 像大阪這種大都市的話 我不太建議你 建議最好的一個方式 到北海道去 北海道幹嘛 租車遊的話 欣宜剛剛說的 去野餐 楊安姐剛剛說的 我們去那個 傳統市場買的東西以後 對不對 租車看到哪邊漂亮 我們就在這邊停 馬上在那邊吃 而且小朋友 什麼東西全部丟在車裡面 對 而且你知道 那個北海道租車超好玩的 一件事情就是說 很多人會想說 萬一我不知道地方要怎麼去 對不對 我告訴你 他的車子裡面有GPS 對 而且GPS講中文 對 沒錯 前面五百公司 右轉左轉 但是你要怎麼去找這些資訊呢 我就發現到說 他們有很多的休息站 他休息站也專門在出這種書 這種書裡面把它 他把北海道全部的休息站 全部集中在這邊 對 你呢你就找了一個休息站 你要去的那個附近 上面有電話號碼 對 你就把那個電話號碼 直接打進去 他就直接帶你去了 對 帶你去以後呢 你就發現到休息站 第一個 雅蘭姐說要買的 任何吃喝玩樂的東西 通通都有 而且保證便宜 因為是當地的特產 對 這件事情他們還在做什麼 那日本超愛極章的 要蓋章 你就讓小朋友去說 來小朋友你來蓋章 我發現小朋友會多快樂啊 對 你就不用去撫慰 小朋友到底要玩什麼 你自己玩得快樂 小朋友也玩得非常的開心 真的 好 好 所以我們最後第四個 要大家省的是什麼呢 寶寶的最愛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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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雷一定要去的對不對 對 本的奧雷比台灣有誠意太多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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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前陣子 你跟老公有去清井子的奧雷 很有名 對 一定要去 然後老公平常姊姊姊在那邊 都殺紅眼耶 因為他一件T恤 原本可能要2000塊台幣 打完了只要200塊 皮膚比台幣還便宜 一定要買啊 然後他的鐵柱鍋啊 一定要買 對 因為台灣便宜大概 做鐵鍋 做鐵鍋 對 比台灣大概便宜兩三千塊錢 對 所以這一定要扳回來 所以你就把它扳回來喔 一定要扳 一定要扳 一定要每個台灣人去到那個奧雷 就每一個人都一個鍋 然後那個鍋超重 每個都這樣你知道嗎 每次都要扳回來 看到扳過的都是台灣人對不對 對 人家去東北打仗 對啊 那個第一台的基層也是台灣人 對 就不滿意說我們也扳回來 是不是 不是 而且奧雷 因為奧雷很大 所以你一定要做功課 對 就是把你要的品牌圈下來 要買什麼 先圈起來 一到那邊趕快 先殺你要的品牌 其實奧雷買東西 要稍微注意一件事情喔 就是說 像日本的奧雷 它盡量買的就是日本的商品 你一定要買日本商品 你不要買外國的品牌 對 因為外國的奧雷其實呢 它是副牌 有時候它只是賣你LOGO而已 然後它裡面的衣服 跟正常當季的東西是不太一樣 而且質感什麼東西完全是不一樣 對 對 它的生產的工廠是不一樣 對 真的喔 像我 我就是一個出國 我就會瘋狂 我就是幾乎都是 待在Outlet裡面的人這樣子 像那個 我如果到美國的Outlet的話 我一定會當地的 進當地Outlet的前一天 我就會先上網 上他們的官網 去apply他們的那個會員 然後當你申請會員的時候 他會寄一封 email回來給你的時候 他就會順便給你Coupon 然後也會順便給你 對 然後或者是如果你真的 沒有辦法上網 就是你如果真的 沒有辦法用英文再申請的話 大部分的Outlet 你用你的護照 到那邊的櫃檯 你也可以去跟他換一本 那個Coupon券 你一定要去做 對 然後呢 但是我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我買過最划算的 是前年我們去北海道的時候 在台灣的時候 就是先上網 上他們的官網 去申請一個 六千塊 我用六千日幣 就可以買一萬塊的現金券 所以我到機場的時候 去領那個現金券 等於是我已經先打六折了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現金券呢 我拿到Outlet當地 當場去買的時候 它其實 日本的品牌 在那邊已經打到 三到六折左右了 所以我買了一件外套 它原價大概是 一萬五左右的台幣 打完六折的現金券 再打六折 所以等於是 三點六折 我那一件外套 一萬多塊的外套 我大概三千多塊 就買到了 而且那一個配合 就是六千花一萬的 那個現金券 它不是每一次都有 所以那一次我老公說 哇很驚訝 因為他一直覺得 我就是對於錢的這種事情 就是很沒有概念 可是那一次 我就被他稱讚說 我是公打人 唉唷 唉唷 像日本七八月 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們就是會 比如說服飾類都會大打折扣 然後還有 冬天的一月也是就是折扣 會很 會下到很低 但是這邊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一些百貨公司的一些 有優惠的卡片 對 像比如說這個是 伊士丹百貨 對 然後像日本的三月百貨 就是他們是同一個集團的 所以如果說 你就是帶我們 台灣星光三月的聯名卡 然後到這邊的 他們的退稅櫃台 去那邊申辦 就是拿你的護照申辦 然後就可以有這張 叫做guest card 對然後呢 它就是你在 你伊士丹或者是三月百貨 你購物滿三千日幣以上 就可以打九五折的優惠 對 然後還有一張很重要的 我們的優惠卡 對 我們幫我們的優惠卡 對 這真的很好用 對 也就是零一零一百貨 也可以打折 也是打九五折 對 我那時候去大阪買了一個電器 他就問我說有沒有優惠卡 對 優惠卡要拿出來 但是不一定真的要優惠卡 你信用卡上面有優惠卡的標誌 也可以 直接在九五折 對 對 很划算 不過講到這個 整個在購物裡面 對不對 大家最常碰到的應該是 特別是在國外的話 就會有 對 日本比較好是因為 它只要那個店上面是貼 退稅的話 它直接八趴的稅 現場超過五千 它就 直接退利 這個超棒 這個超棒 但是呢 你如果去泰國 你去歐洲 就不太一樣了 每一家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像泰國來講的話 它是一家店 兩千塊以上 它就可以退 對 那我就看到我的一個朋友 他就很興奮 欸我可以退 我可以退 然後他到機場去了以後 才發現到 他可以退一百多塊的稅 結果機場手續費非常快 然後 然後就拍了很多人 然後真是的也要搞清楚 對 你要看你值不值得 划不划算 在歐洲這個問題更大 所以常常很多人會在講說 不是去買什麼R牌的那個手提箱 對不對 去德國買怎樣 但是你要看你的時間 跟你的價錢整個划不划算 所以這件事情一定要搞清楚 那再來 那當然就是大家講說 優惠的金融卡跟信用卡 Lisaka呢 它跟世界各國都合作得很好 所以它常常會有 它自己另外5% 10%的一個 在那邊 另外還有一個 台灣的金融卡也非常的好用 就是你平常去ATM提的金融卡 為什麼 為什麼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如果去北海道的話 你在它的機場 就可以拿到這一本本子 這個本子是中文的 是我們台灣的 很好 上面你看到沒有 十幾家的銀行 金融卡直接刷 不用國際的轉換手續費 真的好 因為手續費有手續費 對 所以它直接 所以它已經省了很多 而且 而且它還有2%的回饋 還回饋 再來一點 剛剛又說了 我們有一些 有時候會跟我們的優惠卡合作 對 如果我們的金融卡後面 剛好是有優惠卡 對 對 又有額外的折扣 哇 太好了 然後你如果在聰明以前 像那個小優惠去烈焰那個 折扣券 對 像Big Camera 它常常會有額外5%的折扣 對 這裡加起來我曾經算過 我們最後呢 是15%的折扣 哇 就是台灣的一站一站 我買得到的是15%的折扣 對 就像這個東西是 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那有時候轉機很無聊 會在等的時候 我就到處去看 有沒有什麼新鮮的東西 而且今年呢 它整個台灣 我看日本的新聞說 他們要跟全家便利合作 所以日本的全家便利 很快就可以使用我們台灣的金融 好棒喔 去北海洋 就知道你去那些知識對不對 那你們家常常出國吃15,000的扭牌 那也沒有 也沒有常常 那你買東西一定也失心瘋啊 沒有 我比較容易失心瘋的是會在 像Outlet 我一定還是要考慮 因為有的是名牌的東西 你可能還是要想很多 對 但是我很容易失心瘋 是會在日本的那種 金鞍或姬鞍 金鞍 超好買 舉凡是彩妝化妝品 零食什麼名牌都有 真的 所以呢 你到日本千萬不要先去藥妝店 要先去金鞍 因為它的東西都會比藥妝店便宜很多 重點是還可以退稅 對 它包括零食都有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那個日本的軟糖 什麼零食的 你知道如果一般的藥妝店 它可能賣到110的日幣 在金鞍69 對 差很大 所以後來我就看到金鞍的價錢 天啊 我在藥妝店已經買了兩包 我在那邊就買10包 因為我要把他索回來 對 然後重點是它到一定的金額 它還可以退稅 對 所以你在那邊可以買其所有的東西 對 真的很好買 然後還有我去日本也會去一個必買的 叫做大創 日本的大創非常好買 非常好買 比台灣種類還要多很多 像我女兒啊 因為學校上課都會穿短裙 可是冬天真的很冷 可是日本人很厲害是 他們很會做那種保暖褲 對 然後就是像那個安全褲一樣穿在裡面 它是可以保暖的 在台灣買可能要590、690 在那邊的大創 只要250塊日圓 超便宜的 超便宜的 對 對 所以我們第一天第二天去 就沒錢了 然後就打開一隻東西跟著你走 對 然後因為像我也是愛買到 就是常常會踢到鐵板 因為我之前常常會去L.A. 然後你知道去美國就會變成蜈蚣 因為美國的人就是最愛去買鞋子 對 因為有些鞋子有美國 然後去Outlet的時候 就真的是沒有在管喔 我就馬上買了 像有一次就看到是那個 某個品牌 然後呢是小品牌 是小品牌 但是我就是平常覺得 買應該還是有點貴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 美妝都才二十幾塊美金了 這樣子 所以我就買了 這麼便宜 八雙 你以為八雙 你以為八雙 八雙的外套 再來一雙黑色 超壞的對不對 對 女藝人就是要很多錢 女藝人你坐在這裡 不要把她看外套 你這樣什麼錢 對 讓她笑一下 你以為三十六出酒 以為三十六出酒 很震喔 我真的就買了八雙 然後呢 你也知道女生買完 戰利品就會跟好姐妹炫耀 我就是找我那個 當地住在美國的好朋友說 你看我買這個這個 跟她視訊這樣子 她就說 這個 你是剛剛去買的嗎 她說 對對對 早上買了戰利品 她說 這好像是五年前的款式 喔 喔 很震 很震 這麼便宜喔 對 因為我朋友她是很懂得來 她有時候會幫顏代購 然後我就是傻傻的 沒跟她先請教 對 然後她就說 這個已經很過激 而且你說你這雙買多少 我說二十幾塊啊 含稅二十幾 她說 這雙眼才二三十塊啊 喔 這雙眼才沒錢 她買到古董 哈哈哈哈 對 而且出去還會被人家想說 你過世 過世 過世 難道很容易 所以其實還是有一些 妹妹嘎嘎要笑 還是要太失心瘋了 這倒是耶 不過今天真的也算學到蠻多 就是光買東西 然後來網站這些 對我那麼多的妹妹感 對 以前都聽人家講說 就是那個 人要認識三個朋友 一個是律師 一個是會計 一個就醫師 所以發現 對 我現在覺得 我想跟我們老闆商好朋友 真的 謝謝 跟我們老闆商好朋友 跟我們的好朋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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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現在每次上飛機 我就一定會拿出我隨身的 100毫升的消毒 然後酒精或什麼 開始噴 噴那個餐牌 噴那個電腦 電視的螢幕 然後噴扶手 你知道飛機上面的 這個細菌是非常非常多的 真的還假的 我絕對不是龜毛 是因為我以前搭飛機 每搭地生病 每搭地感冒 所以後來我才決定 不要再讓自己 暴露在病毒或細菌當中 後來其實這樣做法 對我的孩子出國保護也是很好 因為大家都這樣做之後 其實坐飛機 就比較不會下飛機過兩天 就生病了 把手 對 把手 也便是一幕餐盤 那個地方 那我有想問 那旁空氣中會不會有 不要 那旁邊的人會聞到 很怪 而且酒精不好聞 對 那到了國外之後 其實消毒的範圍 就跟我們自己在台灣一樣 我覺得這就不用提醒了 只是提醒大家就是 要把東西煮熟 因為很多地方 這個它當地的食物 特地用不是那麼熟的東西 那你吃了 有可能你的假期後半段 就在那邊拉肚 或嘔吐 那是蠻可惜的 因為可能不是我們平常會接觸到的那些東西 了解